救難人員在5公尺的對岸 架設繩索 要將受困山區的民眾 通通接下山 腳下的溪水又快又急 天空中還持續下著雨 消防人員除了救人外 還得注意 溪水有沒有突然暴漲 小心翼翼為民眾穿起救生衣 並把安全扣環 緊緊扣在登山客身上 沿路扶著繩索 救難人員不敢大意 一步也不敢離開民眾身邊 眼看天色越來越黑 對面還有一堆人在等著過河 救難人員加緊腳步 扶著他們一個一個 度過湍急的河流 19號下午桃園復興南插天山 突如其來一場大雨 讓溪水暴漲 39名登山客 就這樣被困在登山口 無法下山 消防隊接獲報案 出動15名消防人員 用審索協助民眾 一一安全渡河 在晚間8點半左右 全員脫困 無人傷亡 記者黃祖華 張良浩 桃園 採訪報導